他的幼儿园的时候我特别记得 幼儿园的小朋友的一个小女生 我儿子老跟那小女生在一起玩 小女生的妈妈是我的粉丝 就老给他女儿也看 他几岁的小孩懂什么呀 我儿子那时候就老跟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就说 长大我们结婚吧 那个小女生说我不 我要嫁给你爸爸 我儿子特生气 我长大嫁给你爸爸 我说 我就跟那个小女生的妈妈讲 我说有你在家里少要看 少要看我的东西 你儿子会不会很自豪 就是我爸不是成棍 我儿子小时候是这样的 很小的时候呢 我当时就拍个电视剧 叫别了温哥华 我在里面被打呀 打乱七八糟 很小那个时候 我电视上就播了 我儿子就在看电视 看电视就去哭 拿着那个小个那个碗 打我爸爸就去打电视机 我妈妈那时候小时候 到现在长大了之后 已经从那个时候都关注我 到现在已经很不了 很不了然对于我的事件 经常在网上或者电视上 看到我的时候就这样 其实心里还是知道一看 只要音乐一放 我儿子就知道是爸爸 看了一眼之后 马上的表情就是 谁唱的 不是你吗 那儿子还蛮成熟的 特别成熟 单亲家庭长大了 孩子他有一种 很特别的成熟性 我儿子在一起特别有趣 前段时间去苏美岛了 完了之后 他的脚受伤了 特别大一个坑 骑摩托车 巨大的坑 马上看见骨头了 那个血流的 就小耳都可以装了 到医院的过程里面 躺在那的时候 他就把脸捂在那个脸 他就把手捂在脸上 那个眼泪就使劲 因为我也在流眼泪 我不行的 但是我就把他的手放在那儿 我儿子咬住 咬住这个手 咬住 因为他马上开始洗 洗得特别疼 因为没有打麻要洗 他就特别 咬我那一口之前 就讲说 爸爸这是个考试吗 我那一瞬间 我特别的高兴 就我觉得我儿子 心里那么的健康 他面对这么一个局面 发生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 他是觉得这是个考试 我说对 你咬住了爸爸的手 疼也是一个考试吗 是不是 他特别的被我催眠了 其实那一刻 他就咬住我的手 他只咬了一下 我都觉得疼 之后他就放松了 其实 他其实一直是 他不舍得咬 其实他不舍得咬我的手 我都会满费 我可以不舍得咬我的手 他就得了 我都会派到 我们都不会经常 如果你会派到 centers